她就說1919搞成這樣 她是沒有課的 另外有人問說 316和1919好像你都原電 可以怎樣呢? 但這個觀眾就說自己有沒有課 都可以整體的辦法說 還有單獨收1919和36出來怎麼看 或者可以說說1919 都算是港股市場比較多 投資者關注的一隻航運股 這次出了一個業績 昨天出了 中期股東已經佔利潤增長74% 其實增長不錯的 但為什麼要收押呢? 有兩樣東西 首先她之前 我記得今年年頭 頭一季曾經有做到幾十倍 五十二倍的增長 這個順利 那變成了 已經出回來整個 整個數字才是七十幾%增長 其實你就見到是一個按櫃 正在回落的狀況 而之前其實已經是 派遣了一個強勁的預期 變成你是比較難做到性預期的 所以不算是業績好 但未必是說很驚喜 很盛預期的業績 另外就是整個大市其實不是很好 而航運方面的數據 一些的指數最近都是一般的 如果由走勢來看 1919已經轉越了好一段時間 現在叫做一路一路向下 都接近又要去市體的邊緣 3.6元本身是站得比較高一點的一隻 因為兩隻其實有些細分 另外是有些不同的 破了200大關 這陣子都跌得挺急的 因為如果你說用7月底 今天1點已經跌下去 大跌了8%了 看到都開始 航運數據出來慢慢地 一直的指數向下 都開始越來越多的行業 就是調低它的評級 都是行業復甦 不確定性 變成了似乎都解僱了一陣子 就未必會繼續關注這個辦法了 是 看到這麼早上跌得很急 3.6元已經跌了百分之九 真的忍忍受了 很低 不可能 屏幕昇昇 stereoty Sloth 不可能 出 bed 已經沒有隊伴 twitter 垂 bottom 全部 我們 ー 感谢观看